在请求保定微信账号的时候,除了用户的ID号登录的凭证以外,我们还给后端服务接口发送了用户的微信账号相关的信息,里面有用户的头像,昵称,所在的城市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用户的这些信息也存储在自己的后端服务的数据库里面。 在微信Rest接口的这个类里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新的方法,方法的名字可以叫做UpdateUserWeSingUserInfo,这个方法可以去接受一个UserID这个参数,还有一个UserInfo参数,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UpdateUserMeta这个WordPress提供的函数去更新用户的Meta信息,第一个参数是用户的ID号, 第二个参数是Meta的名字,添加一个WXAvatarURL,它的值就是用户微信的一个头像的地址,对应的值就是UserInfo里面的AvatarURL,再复制一份,然后再去修改一下,更新一下WXCity,对应的值就是UserInfo里面的City,表示用户所在的城市,再复制一份WXCountry,用户所在的国家, 对应的值就是UserInfo里面的Country的值,然后再用一个WXGender,表示用户的性别,它的值应该是UserInfo里面的Gender, WXLanguage是用户的语言,对应的值是UserInfo里面的Language,还有一个WXNickname,它的值就是用户在微信里面用的那个昵称,对应的值就是UserInfo里面的Nickname, 最后还有一个WXProvence,它是用户所在的那个省份,对应的值是UserInfo里面的Provence,在上面的这个Bind的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再去用一下,到了This,就是当现实例里面的UpdateUserWayCity, UserInfo这个方法,给它一个UserID这个参数,还有一个UserInfo,上面我们要去定义一下这个UserInfo,它的值应该就是Request, 请求里面的UserInfo里面的这个UserInfo这个属性的值,再去试一下,先打开数据库的客户端,删除掉之前用户绑定的这个微信记录, 再回到微信的开发者工具,按一下微信登录,输入用户名,密码,绑定微信账号, 成功以后再回到数据库的客户端,刷新一下,你会发现用户的Meta这里面会多了一些WX前缀的Meta信息, 这些东西就是在绑定用户的微信账号的时候保存的微信的用户相关的信息,